你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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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 安媚这事 你看 怨我呢 这事 当初啊 我不应该答应她 你说她这一出去 不认识个字 这要丢了怎么办呢 你娘啊 好几天都吃不下睡不下了 那你说安媚啊 也不是要给家来个信了 爹 我这两天眼皮老跳啊 哪个眼条 这个 右眼 右眼挑灾呀 弄不好你妹妹真是出了事了 不会吧 亲姐 亲姐 爹兄俩出来抽口烟 在屋里抽怕熏着你 亲姐 要不我去学校办公室打个电话 把陈志叫回来吧 亲姐母啊 你听我的 不得了 让我那姑爷好好的上学 我估摸这翠花呀 也就这一两天就回来了 你看这闺女 她到底去哪儿了 真急死我了 是你找您大林吗 对 别找我 为啥呀 她被关牛棚了 就是说这人还在 她就是在牛棚是吧 是 那你能告诉我 她那牛棚在哪儿吗 孙庄武器干象 哦 哦 三张武器干象 报告 牛大林到 进来吧 实在这儿 我老家出什么事了 老牛 说你老母亲病了 我母亲 大爷 大爷 我奶奶想您 您咋不回家呢 您 您 我是您侄女啊 您都不认得我了 我侄女 侄女 侄女 对 好 大爷 那个 我有事跟您说 咱出去说去 那个 侄女儿啊 去吧 谢谢您啊 大爷 大爷 这孩子 你怎么可以撒谎 说我母亲病了 她老人家早去世了 大爷 大爷 我要不这么说 我就见不到您了 大爷 这可是救命的事啊 什么事 就有一个叫陈其忠的 您认不认识啊 陈其忠 就一九四七年 你们一块儿在南京 原来一块儿就被反动派给抓去了 陈其忠 对对对 认识认识 他是我公公 大爷 就那会儿你们一块儿的时候 他有没有招啊 什么 就就是那个 敌人打他的时候 他有没有叛变 谁这么说呀 陈其忠的凤志 当时坚强得很 这个事六几年的时候 他们学校来外调 我如实证明了呀 您证明了 那您证明了 那他们怎么还说我公公历史不清呢 我想起来了 后来他们说别的证明人找不到 说我一个人证明还不行 那怎么办呀 就是那会儿吧 你们一共被抓有四个人 就是除了您跟我公公 其他两个人 一个死了 一个去北京了 咋都找不到 可我现在还没解放 我就是能证明 也不管用啊 那咋办呢 你是为了你公公自己来调查的 大爷 我公公为了这个事啊 他吃了几十年的苦了 您是没见现在的他 也就是听您说 他当时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 就他现在这样子 我咋看他都像一个一打就招的叛徒 大爷 这事啊您得帮他 您要不帮他呀 他这历史问题啊 这一辈子他都清不了了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介绍个人 这个人呢 当时就是我们的领导 而且他现在也被解放了 他对陈一忠的情况 那很了解 另外你要是提醒他呀 他还能帮助你找到 当时监狱的另外两个看守 解放那会儿啊 就是我们这个领导 把那两个看守抓起来的 如果有他们三个人出证明 那你公公的问题 应该可以解决了 那太好了 大爷 谢谢您啊 您啊 找到他们人就行了 其他的事呢 让陈希忠他们单位组织去办 那为啥呀 大爷这是我找着的 为啥公公归他们了呀 这不是真公 这是组织手续 知道吧 你要去办哪 不管用 行 那我明白了 闺女 你是陈希忠的儿媳妇 我男人现在正上大学呢 沈子 沈子 俺爹看你来了 谢谢 亲家 亲家 你说这可怎么好啊你看 亲家 不慌不慌 这不 我把翠花的几个哥哥都带来了 明天让他们分头找去 南京这么远这么大 上哪儿找啊 再大加不住咱们人多呀 是不是啊 再得说了 翠花一会弄不了 我就回来了 是吧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都倦 我的闺女我知道 她出不了事呢 要不 还是把陈希叫回来 不叫回来不叫回来 别叫了啊 那翠花该回不来还是回不来啊 还是回不来啊 不缺我这姑爷一个啊 这么着亲家 随便打个地铺 让他们哥几个早歇着 明天就上路 那咱们就这么着 爸 爸 爸 我回来了 爸 老婆 你们咋都来了 翠花 翠花孩子 你可回来了 妈 爸的历史问题解决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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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爸 这回啊 你的历史问题能弄清了 我去找了爸跟我说那个牛大林 他给我另外介绍了三个人 就以前你的老领导盛德玉 还有另外两个那个 当时那个监狱的看守 他们都能给你证明 你当时没有叛变 对 那那盛大爷还跟我说呀 说让我回来跟学校说 派人去找他就行了 爸 这回你的历史问题啊 能弄清了 其中一听见了吗 翠花 爸了解你情况的人都找到了 你历史问题可以弄清了 妈 对 妈 你知不知道 这次我出去呀 你大叔这点钱我都没花完 你信不信 怎么可能呢 妈天天夜里做梦 说你把钱花完了 流落街头呢 妈 你知不知道 哪儿都有好心人 我一到吃饭的时候啊 我就去人家那饭馆 帮人家洗碗 人家就给我饭吃了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去敲人家的门啊 人家一看我是个大姑娘 挺可怜的 人家就让我住了 对 看那个 那铺盖 就是好心人送我的 妈 你放心吧 我动不着 就有这辈子 我在野地里睡觉 我都动不着 你说这一趟出去啊 前面还不说 还撞了一铺盖卷 快点回来 多值啊 这 慢着点 别噎着呀 闺女 嘴巴 哥 你们咋都来了 出啥事了 不是为了你吗 为你的事 你妈都着急上火 急啥呀 为了我有啥可急的呀 谁为了你啊 谁急了呀 我们是来看亲家来了 我跟你说 我自己的闺女我知道 死不了 跑哪儿去都能活 谁惦记着你啊 谁挂念着你啊 亲家 爸 爹 你真不挂念我呀 不挂念 你干吗 亲家 是 是 你知道我在晚上 都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吗 我这出去到半个月 你都不挂念我 你哥这要是死了都咋办呀 醉活 你咋有你这样的 爹呀 别这样醉活 爹哪能不挂念你啊 对呀 爹就是嘴硬 爹呀 都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了 真是 你也当真 爹就是那么一说 这不还商量着明天 我们哥几个都找你去 是 妹子 是啊 别试着明天把他找你 你吃 你吃 对对 下面我宣布一下调查结论 好 经调查和证人的证实 陈其中同志 1947年在南京 参加我地下党的活动 是接近革命的进步青年 在被捕入狱的过程中 陈其中同志 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 奸争不屈 始终没有暴露我地下党的机密 陈其中同志 是酒精考验的革命老同志 应以恢复名誉和教师的身份 你真厉害爸 你看啊 你这历史问题一弄清楚啊 那病好多了 这说不定啊 过几天你能上操场上跑步了 到时候啊 你别让我追不上你啊 爸你躺着啊 妈你看 爸都吃完了 那我那好啊 翠花先别洗了 过来吃饭 对 妈 家里没粮食了 你给我点钱 我明天买粮件 翠花 家里哪有钱了 那没事 我改名啊回趟乡下 问他们要 那哪行啊 那咋不行啊 妈 我记得那会儿我刚来的时候 你跟我说说 爸的那个工资被他们扣了是吧 大文革就开始扣 都六七年了 妈 那得多大一笔钱啊 咱发财了 爸现在那个历史问题弄清楚了 他应该把这笔钱还给咱呀 按理说是得还 可人家不提 咱怎么问呢 妈 他们不提 咱不能不提啊 哦 他们一辈子不提 咱就一辈子不要啊 咱怎么提啊 待会儿人家说咱 刚刚解放就不老实 妈你看你 爸是革命同志 又不是地富反坏右 那咋不老实了 哎 就是嘛 那你说怎么提啊 嗯 妈 这事你不管了 对 管这事的是不是 那个徐主任啊 是他 那你告诉我他们家在哪儿 我找他去 徐主任 你看你这当官的哪能干这活的 你帮我来吧 哎呀不要客气我来吧 哎呀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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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哪能让你干呢 好好好 哎呦 人家都说陈其中家里的这个农村的儿媳妇啊 非常能干活 今天一见果然如此啊 哎呦 哎呦 对 徐主任 嗯 我爸那历史问题没事了吧 没事了 不是都有结论了吗 哎呦 对 徐主任 嗯 我听说我爸那工资从文革的时候就开始扣了 那我爸现在没问题了 这钱是不是该还给我们了 呦 这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 那谁说了算呀 一事半事还讲不清楚 哎呦 那这就奇了怪了 这学校里头顶数你官的 那你说了不算 那谁说了算呀 嘿嘿嘿 你这个小姑娘真会开玩笑啊 我告诉你 第一 我不是当官的 我是为人民服务的 第二 这扣罚工资啊 不是扣了陈其中一个人的 啊 什么历史反革命啊 走资派啊 地赋返外优啊 全部都扣掉了 这个扣掉的工资啊 不知是不是还要发还 什么时候发还 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 那 那到底谁说了算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不知道哎 这哪有这个理啊 这还是一笔糊涂账了 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 是全国性的问题 要看形势的发展 徐主任 你 你说我爸要是有问题 那你说扣也就扣了 他现在历史不是没问题吗 那为啥不还我们这钱啊 要是没问题那也扣 那你也该扣啊 都说陈其中家里的儿媳妇很厉害 今天是领教了啊 我跟你说啊 扣发工资的这个事情呢 不是我们学校说的算的 要听丧念你 你别欺负我农村人不懂啊 我从南京到北京 我就没听过这么不讲理的事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要不然我不会来找你的 就我爸 那工资被你们扣的 一个月就剩下二十块钱 我妈因为病休 现在也拿不到全工资 家里快接不开锅了 徐主任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 这钱要是不还给我们 我赶明儿啊 我就上你们家来吃饭 好的好的好的 随时欢迎你来啊 我们家欢迎你 可以的 算了算了 翠花 都没有补发 前排的单老师 又还帽子都摘掉了 不也没补发吗 我不管别人 我就给咱自己 是他们给扣错了 那为啥不还啊 算了 胳膊拧不过大腿 妈 我就不喜欢听你说这话 就因为你太小心了 才让人欺负的 算了 你别管了这事 你干什么去啊 我上他们家吃饭去 你回来 让人家笑话 妈 他笑话我 我还笑话他呢 你就别管了 徐主任 去啊 徐主任 吃饭呢 徐大婶吧 你谁啊 有私欺吗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你要是不还给我爸的工资 我就上你们家吃饭了 整好 放那边挠点皮 阿姨让开点 还有白膜呢 哎呀 徐主任 你看你这当官的就是不一样 啊 你家里还有细粮吃 就我们家呀 上顿粗粮 下顿粗粮 现在干脆断顿了 干脆多了 干脆多了 哎呀 没有想到 陈其中家里的这个儿媳妇 还会到这里来哭穷我 我告诉你啊 这个细粮呢 是国家按照比例分配的 哎 我们家有 你们家肯定会有的 嗯 徐主任 你这就不知道了 我们家呀 那粮食不够吃 我早就把这细粮 拿到旗上去换粗粮了 哪有细粮吃啊 嗯 这看着我干啥呀 吃啊 这多好吃 吃啊 翠花慢走啊 再来啊 你放心吧 我爸的钱还没拿到呢 没拿到之前啊 我天天来 啊 啊 这这这什么人呢这是 哎呀 算了算了 你全当一个笑话看不就行了吗 当笑话 你笑得出来吗 嘿嘿嘿 就这么一个白馒头 连三个孩子都舍不得给 就想留给你吃的 叫他一把抢去了 哪有这么厚脸皮的女人呢 哎呀 你不知道 他是来跟我要钱的 哎呦 老徐我求你了 你赶紧把钱给他 别叫他再上咱家了行吗 我受不了 你说得到轻巧 上头没有政策 我上哪里去给他搞钱啊 啊 行了 他来不了几回了 怎么 你想一想 陈其中在家里躺着哎 一会儿要拉 一会儿要尿尿 离不开人的 哎 叫他来好了 来过了几回 自己觉得没有意思 就不来了 是不是啊 哎呦 哎呦 妈 爸 你们是没看见 我去拿那白膜的时候 他老婆那张脸 呸 活该 谁让他不给咱钱呢 那白膜给他吃了 哎呦 爸 妈 半个月没吃白膜了 真好吃 翠花 再别去了 这像什么样子啊 为啥呀 哦 他不给咱钱 他为啥不怕丢人啊 妈 你就是太要面子了 那有句话咋说来着 只要面子活受罪 我才不为了面子 让人欺负呢 对 回头我还去 如果还有白膜的话 我就拿回来 让你跟爸吃 别别别 翠花 别闹了啊 干啥呀妈 哎呀这事你别管了啊 你交给我吧 哎呀我说小张啊 这两天上级要来检查工作 啊 今天还没有什么动静 你通知一些各班啊 马上把这个大字报的标语啊 全部给他改一改 改成反击右侵犯案封的 通知一些各班 多贴一些 能贴的地方尽量多贴 啊 好 知道 徐主任 你找我 啊 我刚才说的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去吧 你找我 我说丁老师啊 你们家是怎么搞的 啊 你家那个儿媳妇到我家里来 完全是无理取闹啊 是是 对不起了徐主任 他是一个农村人 不懂什么道理 你们家里不应该啊 啊 你们家老陈虽然历史的问题 查清楚了 但是 大帽子还是在无产阶级 造反派的手里头 想什么时候扣 什么时候就扣上 历史不清的帽子扣不上了 但是给你扣上一个 反动的自产阶级学术权威 行不行啊 行行 不 徐主任 都是我们的错 我回去就教育他 你能教育他了 这个 有点难 我看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样子吧 我跟你说个主意 你看什么呢 你说我看人呗 那女的不会来了吧 不是跟你说过了嘛 不会来了 她家里离不开人的 哎呀 就这两个白馒头 都没该晚上拿 来 来 行 这样吃着呢 干什么 哎呀 昨天一个我 今天俩 干什么 我带回家去 公公一个婆婆一个 我们就这两个白馒头 你坐下坐下坐下 发什么火嘛 你看你把孩子都吓到了 给他吃给他吃 乡下人嘛 是不是 别说吃白馒头了 平时看都看不见的 徐主任 你这话说的可有问题了啊 你这是瞧不起劳动人民 瞧不起贫下中农啊 翠花 我又没说什么哟 好 吃吧吃吧 老他妈 加一双筷子呀 我们在家里请贫下中农吃饭 这是件好事情啊 翠花 翠花 赶快回家 你爸拉裤子了 我弄不动他 我的蛮头 这也不要脸 我跟你说啊 老徐 他下次再来 我可拿棍子把他赶出去 你出去 出去 我告诉你啊 坚决不可以啊 刚才我说错一句话 他要是记下来的话 写一张大字报给我贴出去 那可就麻烦了 这样子吧 以后他要是再来啊 你恐怕还得再忍一忍 我还忍 怎么着 我还给他准备两个大白馒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以后家里要是有好吃的 你就先吃那个好吃的 知道吧 有白馒头的时候 你就先把白馒头吃掉 如果你实在是舍不得 你就把白馒头藏好 可不可以啊 爸 爸 你爸没事 爸没事啊 没事 爸没事你叫回来干啥呀 翠花 别闹了 没用的 咱忍了吧 妈 我早就说过了 咱不能夹着尾巴活 咱得撬着尾巴活 才不能让人欺负 咱这辈子就活这一回 咱可不是生下来就让人欺负的 徐主任 来 来 徐主任 快来帮个忙 来来来来来帮我忙 崔华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呀 崔华 崔华 你这是干什么呀 徐主任 你不给我工资呢 我们是养不活我爸了 我爸现在呢 他没有历史问题 是个革命同志 所以你革委会 那不能不管我爸 我爸那就搁这儿 你帮我养着吧 对对对 我爸可能快尿了 你赶紧拿尿瓶 给我爸接点尿 老徐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要和你离婚 崔华 姑奶奶 有话好好说吗 你先把陈老师背回去 好不好 我告诉你 她的工资的问题 我就是砸锅卖铁 我也把它发下来 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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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孩子 数了几遍了 哎呦妈 你看你这 哎呀你又捣乱我 这天也不知道数多少了 哎呀我从来没进过 进过这么多金 你让我数数过过瘾呗 哎呀真是 我不在这儿数了 我上内务数去 什么你小猜人呢 嗯 其中 你听见了吗 扣你的工资啊 翠花 居然都给你要回来了 哎呀 自从你打成右派以后 什么时候听你这么笑过 我也是 多少年都没那么痛快了 这都多亏了翠花 啊 这下啊 可以 我 远远了 啊 啊 嗯 你写的这个小说 我可是一口气看完的 后来没事的时候 还翻来覆去地 看了好几遍呢 是啊 太好了 你看这真像小说了吗 当然像 不是像 这本来就是小说 陈芝 陈芝 我觉得 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我可从来没敢想过 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喜欢胡写 你说我敢不敢把它偷给杂志 怎么不敢啊 为什么不偷啊 我就是怕人家不用把稿子退回来 叫同学笑话 谁 谁敢笑话你啊 他们还不会写呢 说不定啊 杂志社就用了 这么好的小说 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啊 真的好啊 真的好 幽默风趣 细细品味 还有点辛辣 不过我个人觉得有些地方 失之于前路了 哪些地方 你看啊 我都给你标出来了 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 仅供你参考 陈芝 你们家电话 电话 对 我家里来的 是 快快快快 老师 喂 喂 喂 谁啊 我是陈芝 陈芝 我是妈妈 你赶快回来吧 你爸他 妈 我爸怎么了 你爸他今天 走了 我的亲家 你怎么不怠惨我们呢 你咱们不怠惨我们哪 你咱们要跟我们聊聊孩子们都大事了 来 知证回来了 行了 行了 你爸爸算是 悲截爱人了 不过你这儿对我太闹了 好 孙子 回来了 孙子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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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着 把小缚给他穿上 八叔 妈 快穿上 麻铃的 麻铃的 对对对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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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跪下 爸 他成你不兴这 跪下 臣志啊 明天出殡这事 你就放心吧 一切由我照应着 咱们一定把 秦家公这个 扳得风风光光的 让他风风光光的走 爸 这事我还没跟我妈商量呢 但是我觉得啊 那城里不讲这个 我爸他生前也不讲这个 再说这是咱自己家的私事 兴师动众的不好 你看能不能简简单单办了 安安静静送我爸走就行了 那可不行 我知道 我这个亲家公啊 他受了一辈子的委屈啊 这走了 咱们就敲我上这半了 那不叫人家笑掉大牙呀 笑咱们家没人呐 你愿意了 我还替我这亲家公报居呢 说起来 陈芝啊 说起来 陈芝啊 你还是个学生 社会上的很多事 你是不知道的 不懂的 这事你甭管了 一切由我来办 我来办 你去上学 家里全靠翠花了 你真是找到了个好媳妇 我知道 我知道 不 你不知道 你爸脸上是带着笑走的 什么 这么多年 他的历史问题终于澄清了 学校还真不错 不是 主要靠翠花 翠花 翠花一个人跑南京 跑苏州 跑好几个地方找到知情人 要不是翠花 你爸爸到死 都得带着历史不清的帽子 这帽子他一旦就带了二十多年 咱们家的人 从来也没敢想过 去给他掌亲 咱们低头低关 可是翠花 一个人跑了半个多月 你是没见他回来的样子 我那个心疼 臣植 咱先不说 翠花是怎么伺候你爸的 就这一件事 咱们得记得一辈子恩 你一辈子要对翠花好 妈妈听见了 翠花 翠花 妈 我把爸过去那些衣服都给洗了 那些衣服不要了 别 那些衣服拿到乡下 那都是上好的衣裳 臣植 当着妈的面 你对翠花说 你们俩要一辈子恩爱 一辈子不分开 妈 说 妈 你就别让她说了 她会的 翠花 你别说 听她说 翠花 我 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 我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亲家母 亲家母 爸 亲家母 你看 那个 事发完了 我和他娘商量着呢 家里也离不开人 我们今晚上就回去了 亲家 亲家母 你们来得正好 我有事跟你们商量 他爸走了 家里就我一个人 我也离不开翠花 我想啊 是不是趁着陈志这次回来 就把他们俩的婚事办了 妈 妈在说话 你先别说 亲家 你说的意思是 现在就让他们把婚来 接来 趁着陈志这次回来 就把他们的事办了吧 妈 这爸刚走 不好吧 翠花 咱家不讲这么些礼数 让陈志多请几天假 等你爸过了头期 咱们就把这事办了 妈 我在上学啊 上大学不能结婚 咱们再加班 他们不知道 可是我的户口在学校里 也没法登记啊 啥登记不登记的 在我们那儿 那娶媳妇谁先登记啊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你爸爸看着你们能成家 在地底下也高兴 是不是亲家母 好 陈志 户口不重要 重要的是趁妈还活着 能看见你们俩 把婚事给办了 姐 可是 不登记就算未婚同居 学校要知道了 会给处分的 说不定 我连大学都没法上了 不能上就算了 你这多识几个字 少识几个字 又怎么样 不当吃不当喝的吗 妈 行了 你悄悄的吧 咱们不让他们知道 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你们给妈举个工 这事就算办了 你该回去上学 上你的学 那不行 你看这个 结婚这是一个人 一辈子的大事啊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这些是不能悄悄地办 偷偷摸摸地办哪 那您说 亲家 这事在城里 让你为难了 不要紧的咱们 到乡下搬去 是吧 到时候咱们把远近的 亲戚朋友 乡里乡亲的都请来 世上一顿喜酒 小两口移住洞房 这婚就算结了 是 是不是啊 亲家母啊 你啊给了我一个好女婿 我呢 得把我这闺女来 风风光光地夹到你们家呀 这新房也不成问题 你看知青他们住的那房子 还闲着呢不是啊 是 咱们打扫打扫 收拾收拾 就算小两口 董房 亲家母啊 这事就这么定了 好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是 夫妻对拜 愿爱 看 看什么呢 这崽子在那 回家听见爹娘房去 他给我逮着我 他把屁股给打了半了 我害崽子 亲家 让您受累了 咱们这个地方就这个风俗 行了 你累了一天该歇着了 我也回来 亲家 你说这小两口 一进屋就不出来了 陈志啊 陈志 你岳父要回去了 快出来送送 来 陈志啊 您要回去歇了 亲家母啊 人家都说这个 丈母娘看女婿 是越看越满意 我这个老丈人 看我的女婿 也是越看越满意 行 要不今天晚上上午 那儿歇着去吧 真的不了 亲家 我就在这儿凑合了 您快回去吧 好 那我回来 早点歇着 慢点走 爸 您慢走 早点歇着 妈 您也早回去歇着吧 陈志 过来一下 有点事妈跟你说说 儿子 妈 你知道妈为什么 坚持让你们在这个时候结婚吗 不知道 谁生的孩子谁知道 妈最清楚你的秉性了 你打小就善良 可是有时候啊 有点软弱 拿不定徒意 妈是怕你 做出对不起翠花的事情来 要真是那样 咱们一家可就丧了天良了 怎么会啊 那双鞋垫是怎么回事 妈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那可是翠花送你的定情物啊 你去上大学 就把它塞在床底下了 你是不是 看不上翠花